答案是2 什麼 八歲 你們自己竟然會錯 1是最不可能的選項耶 真的嗎 哪用的會穿內衣睡覺呢 卡住不舒服啊 因為剛剛唱平哥講說 OL就是可能比較上年紀的熟女 成年了 上了年紀的熟女 就是比較輕熟女啦 那可能就是說這個已經 長年已經被地心引力 受了一些影響了 那你如果睡覺的時候 睡覺可能睡個八個鐘頭 十個鐘頭對不對 不穿內衣的話 那邊晃啊晃的 那個胸型會更跑掉 你怕跑 更受到地心引力的影響 其實我們就是女生啊 穿了一整天的內衣 你就是一直在 就是基本上 你會一直有個東西卡在那邊 你晚上好不容易有時間 因為我們睡覺 其實大概八個鐘頭 你是讓她休息一下的時間 所以其實對於胸部的健康來講 或者是美觀來講 你就是讓她休息一下的 這個片刻 反而是好的 其實是對胸型 還有對於這邊的肌肉的狀態 我看小燕哥好專心喔 對 我真的想了解 你幹什麼這樣子 所以就是在睡覺的時候 基本上是建議大家 就是女生的話 你可以讓身體能夠有一個 休息的片段 所以就不要穿內衣睡覺 所以不分年齡啊 對啊 不分年齡 就是讓身體有一個休息的時間 就是沒有束腹的感覺 對 那趴睡咧 趴睡其實最大的問題 是因為趴著的時候 我們的身體重量 是往胸部這邊壓著的 好 那所以我們現在一般的床啊 不太可能會柔軟到 就是它還有很多的空間 讓胸部可以放著 所以你壓久了之後 它會外擴 所以對於這個美胸這件事情來講 它其實是有負擔的 所以趴睡這件事情 那尤其是其實趴睡本身 它對健康也比較不好 因為脖子會往一個方向走嘛 因為你沒有辦法呼吸 所以你一定會側 然後頭會側的時候 基本上是對於我們頸部 還有對於胸口這邊 肩膀 對 這邊的肌肉都是有負擔的 除非你的床這邊是裸空的 有 有一個洞 對不對 除非有個洞 有兩個就沒有問題 黃醫師 女生趴睡的比例 是不是比較少 就是睡姿的習慣 你會不舒服 基本上趴睡本身就比較少一點 對 大家側睡或洋躺的比例比較高 對 好 那穿運動型內衣咧 我們很鼓勵穿運動型內衣 就是在你運動 成年 在你運動的時候 等一下 你心中是不是暗暗覺得 不應該穿運動型內衣 因為我總覺得好像成年的 運動型內衣好像是在運動的時候 或者是在剛發育的時候在穿的 在運動的時候穿 然後它相對 因為運動型內衣 它是沒有鋼圈的 對 所以它的支撐性比較少 可是它的透氣性比較高 所以像很多人如果運動的時候 你會流汗 那胸口這邊一樣會流汗 如果說你今天是穿運動型內衣 它會比較有一些吸附汗 會減少這邊就是 可能會長痘痘 這類的問題 所以運動的時候 穿運動型內衣是非常有必要的 是好的 對 用冷水沖胸部 對 不好嗎 它主要是怕 所以如果你美胸 美胸的角度有效 美胸就沒事 對 因為其實 不是沒事 是有沒有幫助 它 其實它不見得有幫助 那有一些女藝人宣稱 他們是靠著冷水沖胸部 然後罩杯升級 這有可能嗎 基本上沖這件事情 可能如果你這個水柱比較強 有一些按摩的功效 它可能是幫助一些循環 這個是有道理的 可是單純如果是用冷水 去沖胸部 它的邏輯上是有一點瑕疵的 或者如果你是用冷水去拍打 就有一些按摩的過程 那它對美胸來講會有幫助 好的 所以這題是趴碎 如果有你的另外一半 是趴碎的狀態 阻止它 把它叫醒 把它翻過來 把它翻過來 對 好 踢下一道床 踢下一道床 目前的分數 3比2比1 哇 因為小梁哥剛剛沒有 小梁哥 還是1分 我就說你應該出題之前 不要學一樣 這是一種戰術 所以接下來這一題逆轉勝 一題3分 目前雖然最高分是3分 但是如果只要小梁哥答對了 加3變4分 而你沒答對 你就被打下去 處罰 所以這一題是關鍵 好危險喔 每個人都可能會被處罰耶 對 很有可能 很好是2分啊 很有可能 對啊 好不好 拉鞭戰 逆轉勝 姿勢篇 來看 題目是 下練哪一個辦公室的姿勢 可能會害你的女朋友變胖呢 變胖 變胖 好難的感覺 不會 不會 我覺得這一題不難 對 在辦公室裡頭的姿勢 來看 第一 駝背打電腦 第二 站著吃飯 第三是蹲下舉重物 Oh my god 第四是開會的時候翹腳 天啊 開會翹腳為什麼會變胖 但是為什麼會有這個選項 為什麼 你怎麼不講蹲下舉重物 怎麼會有這個選項 蹲下舉重物有可能喔 蹲下舉重物 還有攝取的肉量也滿高的 我覺得小梁哥 他開始在思考 我們剛剛給他的建議 要初級自勝 沒錯 我跟你講他在思考這一點 其實我覺得蹲下舉重物 如果他姿勢正確的話 搞不好還可以減肥耶 喔 這樣子 對啊 真的有道理喔 嗯 來 四個選項 會變很逆轉勝 一提三分 一一二二 欸 我跟Jason一樣對不對 駝背打電腦 對 因為我覺得 光你駝著背打電腦 你身體所有的 那個 姿勢的狀況 就駝在這邊 然後你根本就 沒有燃燒任何的熱量 你就是一直在那邊 囤積著你的脂肪 屁股也會變大 坐太久 那如果你站著吃飯的話 應該是沒有什麼 太多理由會讓你變胖 蹲下去中午會燃燒 你坐著吃也是一樣往下 喔 對不對 那開胃時翹腳 只會 蝙蝠外翻 我也不曉得 以前我 你很堅持 蝙蝠外翻 我蝙蝠就是外翻的耶 我自己非常清楚 我之前就太常翹腳了 我答案是1 還有尿道發炎 我說冰呼 冰到嚎咧 全部只記得這兩件事 我記得站著吃飯 以前我們小學 被老師處罰的時候 都是站著吃飯啊 站著吃便當啊 對不對 罰站 然後後來爸媽就說 這樣子我也會下垂啊 對啊 垂垂是不是越垂 這邊就 就鼓起來 後來老師叫你 倒立吃飯嘛 反而瘦了 反而瘦了 吐出功也練好了 那你選的也是一 因為這邊有四個姿勢 對 那這四個姿勢 你說站著 蹲下去中午跟翹腳 我覺得都不會害你變怕 對 像我第三個 我覺得如果姿勢正確的話 你深蹲 然後站起來 深蹲站起來 其實像在健身房 就會看到張婷婷 沒有 其實像在健身房 我剛好一樣 對 只會增加你的食慾 這是有可能的 因為你消耗很多熱量 你會餓 你就會吃 這是有可能的 但是這個分析不錯 這個分析不錯 這個分析不錯來不及啦 可是駝背打電腦 好像是讓你變胖 最危險的一個 恩基姿勢 恩基姿勢 就是你人 如果坐在辦公桌上的話 你的身體的狀況沒有維持好 你可能會有衍生很多問題 這樣子 好 二 來 我們先讓那個國豪來好了 來 站著吃飯 站著吃飯因為我曾經就聽專家說過啦 站著吃飯就是 對你的這個消化系統很不好 那你站著吃飯的話 因為你站著腳會痠嘛 你站不久 站不久的話 你吃飯就吃得快 吃得快的話呢 那你消化不好的話 那你是不是 腸胃這個肚子 就越來越大 對不對 因為消化的系統不好嘛 聽好好講完 我覺得我們這個情勢大好 怎麼說 怎麼說 因為他一開始 他有講三個字 你有專家的意思 那個專家叫什麼名字 他也忘了 會不會根本沒有這個專家 是嗎 對不對 因為三四我們不講嘛 因為沒人選嘛 應該是有人說過的話 張維中講的 張維中 對 他也算專家 而且剛剛好啊在講 那位專家說 我有觀察對面兩位專家表情 他們都這樣 開始晃腦 像開車的時候 前面的那個小玩偶一樣 哈哈哈哈 那我們就請真正的專家 聊得解答了 哎呦 三分題 緊張了 所以那專家來了嗎 來了 來了 黃醫師 正確答案是 擠 來 答案是